鼓励同学多元发展开创创客精神 大雅一家知名的企业这天在大华国中举办机器人任务赛 以及积木创客杯的活动 透过积木动手实作以及运用程式来编写等方式 发挥巧思以及创意 邀请来自大雅以及厚里地区的学校来参与 并在活动的现场捐赠了200万元 给大雅以及厚里总共18所的国中小学 希望培育更多科技领域的人才 大雅知名储具业者在台上捐赠200万元的支票 要给大雅以及厚里地区总共18所国中小学的学校 培育更多科技领域的人才 这天在大华国中举办机器人任务赛 以及积木创客杯活动 台中市对于我们的科技教育 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尤其是在课纲特别强调孩子的探究 还有实作 那这个必须在小学乃至于各级的教育 都要打下好的基础 也因为这样子台中市这几年来 我们在各项的教育的这种评比当中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科技教育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概做了 大概准备了一个月左右 因为我们参加那个 我们对这个很有兴趣 小朋友在比赛场地进行测试 三台不同的机器人透过城市撰写 透过城市撰写 结构设计以及团队合作 完成指定的任务关卡 不断的测试以及修正 让机器人达成目标 越来越精准 考验小朋友科学 以及科技的概念 好玩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 乐高 就是可以让他动 教育真的是要从小杂根 投资教育是最大的效率 也是给学生未来最好的基础 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学生小朋友 他没有兴趣要读诗 他有这个 谢谢大家